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唐朝印度天主国 有一位波拉蜜蒂法师 偶遇一位印度僧人 波拉蜜蒂法师 听说东土小世家智者大师 为了求约楞严精 整整礼拜七请了十八年 而且不畏寒暑 惊惊不屑 哦 看来楞严精和东土的众生 必定有殊胜的法源 波拉蜜蒂法师听完 深深的感动和亲近 决定要把楞严精抄露出来 打算藏匿着带到中国 我要把楞严精抄露出来 带去东土利益那里的众生 波拉蜜蒂法师第一次 身上藏匿着楞严精出境去中国 被守边界的官吏插货 这是什么 是一本经书 啊 是楞严精 这是国宝啊 国王有令 任何人不得带出境 回去吧 哦 波拉蜜蒂法师红发的心 无丝毫动摇 想把楞严精背下来 带到中国 我要把楞严精背下来 这样就不会被查收 波拉蜜蒂法师将棱严精 背得通书后再次启程 好不容易到边境后 因旅途艰辛地奔波跋涉 疲劳至极的法师发现忘失了经文 只好重新返回 完了 浪严精的经文很多我都忘失了 看来还是会去领想办法吧 波拉蜜蒂法师将经文写在一种极细的白布上 把刺激毙脉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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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脉 广州地方官接见了波拉密帝法师 并将波拉密帝法师奉请到智子寺 今天的光孝寺驻下 地方官请来了密切释迦法师 怀迪法师及防荣老居士 波拉密帝法师当众 把自己毕驳的肌肉割开 取出经文 然后将伤口包扎好 智者大师拜了十八年都没见到此经了 若不是大师剖壁藏经 我们不知何时才能得益此经啊 感恩诸佛菩萨加持 经过周密慎重的筹备 于神龙元言五月二十三日 在智子寺正式翻译 波拉密帝法师任义主 北印度密切释迦法师义引读 怀迪法师正义 防荣宰相比路 润世文采 因防荣宰相学养渊博身后 过而棱眼睛的文字十分典雅优美 古人未法忘曲 历经九死一生 才将此经传译中国 珍贵无比 今天我们有幸得益这部大经 无比的感恩历代祖师大德